民眾的這個表達 重點或者是他們的訴求 我都感同身受了 那在這裡 因為我是以前在市政府 這個讀記單位的時候 當年這個地方 應該算是 台北也是這個住宅 都是早期 就很密集 你看那個紋路 都是好像沿著巷道的兩旁 沿著巷道就這樣蓋 然後這樣蓋 然後中間有一個好像是防火象 我不知道像這種防火象 現在是不是也變成有門牌號嗎 或者是有通火 我不知道 不過從這個地圖 這個圖 我是看我現在手上的圖 都是這樣兩牌兩牌 然後中間巷道 然後我們那個 這裡是柱山是五十 四十五、兩百、二十五 對不對 可是當年因為沒有定榮機率的時候 都是照道路寬度的一倍半去蓋 所以你們現在蓋的出來的房屋 除非後來又改建 單獨拆掉改建 否則當年蓋的時候 都是在那個 我們那個時候的定那個榮機率 好像大家都反對 所以很多都是這個在 在讀委會就有個規定 就是說做細部計畫 公開展覽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 將來這個地方 是變成這個二百二十五 四十五 大部分人可能 一般民眾 可能不是都很清楚 但是房子只要是在這個時間以前蓋的話 都是享有舊的制度 就是用那個道路面積的一倍半這個高度去蓋 所以事實上現在這裡的榮林 恐怕都是三百九十二 這個可能大家住的時候 不是很清楚 我的覺得是這樣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是台北市非常密集 還有那個吳新街那一代 還有那個五分埔那一代 都是有這種相同的事情 都是搶在那個花布之前蓋的 都造舊制 都比現在大概多 現在是二百二十五 以前大概說大概三百九十幾 所以大家有那個感覺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時候大家也不喜歡公共設施 大部分都是 最好就是我來蓋的這個滿滿自宜公園 可是現在的時代不一樣 大家非常希望有這個公共設施 所以那你從這個西部紀錄看起來 這附近幾乎都滿滿的 所以這樣子的一塊開放空間 又有很多的綠地 原來我剛剛看到那個有一個市民 空罩的那些東西 我是覺得這一塊地真的非常寶貴 這樣子的綠地這樣子 就是彌補這樣子的這個不一樣 好像大家有時候會聽說 哇 紐約市這個萬丈奇高 可是中間有個大型的中央公園 不過在這裡面是住宅 我是非常贊成說 這個地方第一個 大家避免不了都是 都是一定要共同享受的 就是兩個禮拜前那個兩次地震 後來就有什麼學者專家 我們這個學者專家要跑去當環保委 那個環保署長 要不然他一定是 他是弟子專家 衛委員 這個地方到底這個地層 這個斷層帶 還有兩個禮拜以前說 哇這個地震啊 什麼火山會爆發 大層山會爆發 所以那個天武一帶啊 這個黃帝禪啊 這個將來的手沖 諸如這一類的 我的第一個看法是 這麼密集的地方喔 今天有這塊地要做的時候 第一個 我的優先秩序應該是 防災避難空間 絕對是要欠欠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叫大家說 少蓋房子 但是防災避難空間 今天剛好有個機會出來了 你就一定要充分考慮 第二個 這麼密集 這個公園啊 如果留在這裡啊 那大概那個外部的好處 可能是這邊嘛 好這邊呢 很高興 可能他今天也許都沒有來了 這個過去我的經驗是這樣 看到畫在商業區 或者是公園的對面 他都不會出來講話 那其他的人 那我非常贊成剛剛的想法 如果是有綠地有兩種 我們都市計畫畫的綠地 應該要某種程度 最好是幾個零結構啊 都要這個共同享受 所以剛剛有人提說 啊50公尺啊 或者我們上次在內湖那邊 討論那個四大運的那個體育場的時候 後來好像退縮了20公尺做綠站 這個我是覺得是可以考慮 再來就是說 建築的時候 留下來的開放空間 將來可能也是以綠地 或者是開放空間的形態 我覺得用這種圖啊去溝通啊 大家都看了以後都沒有感覺啊 他想說 哇將來可能都蓋得滿滿的 蓋得滿滿的 所以呢 我是建議你們喔 我的一個結論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案子我實在是覺得 還要溝通 今天來談的就是沒溝通嘛 他們也不反對這個做公民助長 基本上我聽來是這樣 第二個訴求也有道理 就是綠地開放空間 還有這個道路的向道 也一定要趁這個機會 我們剛剛好像有講說 喔將來會要求建築物退縮啊什麼等等 可是為什麼燒香不燒在前面 就是說我現在就是趁這個機會 把這個比如說八米的啊六米幾米的向道 我們更新的時候都要求那個建商啊 這個要把那個基地就是都要退縮嘛 那像這些地方喔 我都覺得還不如啊 就是把都市計畫的向道 一定要先滿足這一方面 才說把地拿去招商啊 然後來幹什麼 這個我是覺得我們都委會 所以一再大概都是有這樣子的原則 做先啊 那再來最後一點喔 我是覺得喔 這個案子聽說 假如說四月份又要再招商喔 我真的也是覺得 我剛剛聽了好像那個法律都OK啦 但是還在打官司 沒有完全清得乾乾淨淨的時候 我是建議是說 這一點是不是我們市政府在政策上 應該要慎重考慮 剛剛那個舉例很好啦 婚姻沒有解除乾淨 然後呼呼停 最後又來 這樣子其實又把那個 比如說現在的那個 現有的那一家投資公司 他也不滿意 新來的那一個喔 將來他一定也很害怕 說哇這個地方我即使得表以後 恐怕市民的力量或者是什麼 搞得那個投資也下不去 這個大家都輸掉 所以我是比較建議說 我們市府在政策上 最好先把這些東西都引起 那總有一句話 在這個地方喔 我建議一定溝通溝通再溝通 然後你拿一個 立體的模型的一個空間 去給市民看 不要只有一個平面 你一定要做幾個模型 說我將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趁這個機會 我們的細部計畫不夠細啦 一定要做到都市設計 把他所有坐落的 將來建商你不可以這個隨便 說你自己這個挨著馬路 或者是怎樣 你就是怎麼樣坐落基地的地方 然後讓人家左右鄰居看得出 中間都還有很大的空地 那我想他們最好當然是 整個是大公園 又是停車場 那這個說都不要有這個說 投資開發 那我們市政也是抽大家的稅 來做建設 那有民間的力量加入 然後又能夠滿足社福住宅等等 我想是創造三億 但是我是覺得今天這個案子 我個人的建議是這樣 今天好像不適合 一定要去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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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先 不要鼓掌 因為我也很怕 因為我也有曾經講話 還沒講完就已經來敲 敲玻璃 在那個地方 垂玻璃 恨不得衝進來揍我兩拳 所以我謝謝你們的鼓掌 但是 所以這樣子我們變成花眼就 很有壓力 所以是不是我的建議是這樣 好啊謝謝 好謝謝 那拖拖也